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迷成了一条缝 可怜巴巴地说 我都跟家里说过几次了 你快跟我回去吧 我和杨大鹏恋爱已经半年多了 对他很满意 我是刀子嘴豆腐心 外表伶俐 内心柔软 杨大鹏性格软绵 带人宽厚 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了 他把我比作叫山竹的水果 说敲开了那层硬壳 能舔死人 杨大鹏目前各方面都没得说 就有一点让我心里直犯嘀咕 不知道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刚和他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 我就说起过一件事 那就是无论我们处得多好 但确定是否结婚之前 一定要见一下双方父母 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上一段恋爱 就是见了男方父母后腰折的 那可是一段我觉得甜蜜无比的恋情 前男友能说回的 他开始追求我的时候 就再三地表示 和他在一起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 如果将来结婚了 他更会把我捧在手袖里 女人的心没有比情话更适合的补品了 他不仅会说 还时常给我小惊喜 那时的我感觉头上的阴云都是风景 我一直问他家里知道我们的事吗 他胸部拍的山响说 知道知道 家里都同意 可是跟他去见父母的时候 我傻眼了 那天一进屋 前男友的妈就向我 撇来了个嫌弃的眼神 连招呼都没打 他爸还算客气 招呼着我坐下来 坐下后 前男友的妈就开启了审问式谈话 当她确认我父母家在农村 既不是地主又不是财主之后 就拿枪拿掉地说 现在的女孩子呀 家里穷得要命 还总想着攀高招 以为迷惑住了男孩 就万事大吉了 我被她的话惊住了 前男友连忙打岔 没想到她妈连她也一起骂 她眉头皱得跟鸡罐子一样 指着她儿子的鼻子 很呆呆地说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人家对门张姐的儿子 丈母娘给买了辆好车 楼下赵姐的儿子 老丈人给安排了好工作 你找的这是啥 就有一对穷亲戚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 我厌恶地瞥了一眼 那个斗鸡一样的女人 我说 就你这视里眼的人家 八抬大叫 来娶我我都不嫁 说完我一摔门就走了 前男友晚上才给我打电话 他责备我 太不懂事了 他妈说句句 就说几句嘛 干嘛要顶他 等以后慢慢再哄他不就行了 听他这么说 我直接挂了电话 不再搭理他 后来他又来找过我 说他妈说的话呢 的确不好听 还说以后 是我俩在一起生活 让我别在意 他妈看他还来找我 直接告诉他 如果继续跟他交往的话 以后他什么都不会管 前男友吓坏了 连声招呼都没打 就在我眼前消失了 我把这段经历呢 糟糟的就跟了杨大鹏说了 他听完后 起眉弄远的说 是我试了魔法 让那个老太太发飙的 你命中注定 就是我媳妇 怎么能跟别人谈恋爱 当时我被他的神幽默 逗着哈哈大笑 杨大鹏一直记得我说的 如果想要结婚 一定要先见一下双方的父母 等到我们感情稳定后 杨大鹏开始窜夺我去他家 我有了上次的经历 有点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的感觉 我怕又会出现 我意想不到的场面 所以杨大鹏 磨叽我好几回了 我才答应过去 那天我们还没有等敲门 门就打开了 先是杨大鹏 父亲笑容可惧的脸 接着杨大鹏的母亲 一把抱住了我 跟亲妈抱着姑娘一样 热情洋溢的说 孩子啊 早就盼着你来了 杨大鹏妈妈的这个开场呢 又刷新了我见南方父母的三观 比起上次那家人 斗鸡一样的态度 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我的小心脏被杨大鹏父母热情的开场呢 弄得暖流直涌 笨嘴也变得甜了 叔叔阿姨也叫得欢 杨大鹏的父母知道我父母在农村后 说现在农村好呀 吃的是自己种的绿色食品 空气是天然氧 比城市好多了 快到饭点的时候 杨大鹏和母亲在厨房弄饭 我想去帮忙 被他妈推了出来 说第一次来家里 哪能下厨房让我随便坐着 看看电视 杨大鹏母子一通忙活 一桌丰盛的饭菜就板上来了 我们这顿吃得其乐融融 也人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这以后我们又去了两三次 杨大鹏的父母家呢 每次都会受到热情的招待 杨大鹏的母亲看见我就夸 他父亲负责在一边 慈眉善目的笑 每次去 我都有一种飘在天上的感觉 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好 跟前男友分手后 我去了一家红火的熟食店打工 然后又花钱学了手艺 再后来就是自己出去单干 最早的时候我不赚钱 后来几斤周折呢 选定好了好地段 我的生意才开始红火起来 按理说我现在不比谁差 杨大鹏也不算是高富帅 去见他的父母不应该有负担 但上次留在我的心里的阴影啊 实在是太大了 好在这次见杨大鹏的家人 让我心里很舒坦 当杨大鹏向我求婚的时候 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结婚后 我和杨大鹏婚烟的小船呢 迎风招展 见起无数幸福的小浪花 但有一点让我很奇怪 那就是杨大鹏 好久都不张罗回家看看 我打趣地说 多说娶了媳妇就忘了娘 这话一点都不假 我看你就是个小白眼狼 杨大鹏冲着我尴尬地笑笑 我这不是没时间吗 等有时间了再去 他似乎想了一下 又补充了一句 你也挺累的 别想那么多 有时间就好好休息休息 别到处乱走 杨大鹏说的也是事实 我们结婚后 没些几天都上班了 他起早趟黑着忙 我也没有休息日 可是一想到公公婆婆 那让人如沐春风的笑脸 我的心里就有点不落人 我心里有了个想法 老公没时间 那我就抽空去 公婆看见儿媳妇去看望 应该会很高兴 我选了个不忙的日子 把店里的事都交代给店员 打包了一些店里的特色食品 又上街买了一些老年人的补品 大包小包的拎到了婆婆家 我按了半天门铃 公公才过来开玩儿 他手里拿着个随身听 全部心字都放在听曲上 看见我后 脸上几乎没什么表情 说了句 来了 然后就回到了靠窗的木椅上 继续听他的戏 我把东西放在地上 拎的东西太多 勒得我手指头都发麻了 我一边甩着两只手 一边心里犯嘀咕 我们没来探望 惹得公公不高兴了 看来一会儿 真得好好解释一下 我换好拖鞋之后呢 婆婆才从礼物里走出来 他两只手一边拢着头发 一边漫不经心的说了声 你过来了 我也看婆婆这架势 心里彻底有底了 这么久才来看望 他们二老都在生我们的气了 想到这里 我不顾 还在发麻的双手赶紧走到婆婆的跟前 笑容可拘地说 妈 大鹏这些天的干活没时间 抽不住空来 看你和爸爸 我过来就是跟你们说一声 你们别生气 以后要是不忙了 我和大鹏会经常过来看望你们的 婆婆的表情没有太多变化 只是淡淡地嗷了一声 我进屋的时候 正好抬头就看见墙上的十英钟 已经十点半了 按理说这个点是该准备午饭了 我看公公婆婆都是冷冷落落的 为了活跃一下气氛 我笑呵呵地说 以前都是吃你们做的饭 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吧 说完 我就撸胳膊挽袖子的 要去厨房做饭 婆婆打了个哈欠说了一句 你要是想吃就是去做吧 我们习惯吃两顿饭 刚吃过早饭 现在一点都不饿 婆婆接着说 我和老姐妹啊 约了去逛街的 快到点了 你先坐着 我去准备准备啊 我脸像激笑着 心里可开始不是滋味的 我怀着一片笑心来着 可是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就算来晚了 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对待啊 想起公婆以前带我的态度 我心里又有点哭笑不得 我真想再好好揉揉眼睛 仔细辨别一下 我是不是走错了门 晚上杨大鹏回来后 看我一二头八脑的 问我怎么了 我没好气的白了一眼说 还不是因为你 我今天大包小包的去看望你爸妈 人家根本都不搭理我 都是因为你 不去看望他们 把他们惹伤心了 要不怎么会这么待我 杨大鹏看我一脸委屈 赶紧把我搂在怀里说 对对对都怪我都怪我 我媳妇最通情达理了 又爱心又孝顺 上哪找这么好的儿媳妇 是我爸妈不好 不对 是我不好 我推开一身油渍的老公 嚷嚷道 脏死了 你这一身的味 不过我心里的不痛快 也被油渍熏走了 晚上我躺在沙发上追剧 杨大鹏把葡萄 一粒粒的洗好放在我身后 两只大眼睛冲着我直扎吧 我纳闷 他这是整哪出呢 只愣愣的看着他 他突然笑了起来说 我是想让你说 我这葡萄一样水灵灵的大眼睛 你怎么就看不到呢 你是不是啥 我随即也笑了起来 别看杨大鹏是绩效毕业的 平时还真没少看书 他时不时的耍点文艺的宝 让我很受应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我一摸杨大鹏被子是空的 每天这个时候他还没起来 我顺眼惺忪的往卫生间里晃 听到卫生间里有说话的声音 这一大早的 就给谁打电话呢 我没出声 想去偷听几句 我还没走到跟前 杨大鹏就出来了 我指着他的鼻子 用威胁的语气问他 赶紧交代 一大早背着我给谁打电话呢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杨大鹏干笑了两声 看我的眼神不肯罢休 才说 给我妈打的 你不是总让我给家里打电话吗 听你的 婚后的生活甜蜜而快乐 一个宽厚又有幽默细胞的老公 真的会把一个家滋养的风调雨顺 和睦温馨 我每天在店里也喜滋滋的 对待顾客 也都春风拂面般的温暖 我的手艺 加上态度好 回头客能越来越多 生意也越来越好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家和万事兴 一天快关夜的时候 外面进来几个人 为首的一个人 头发扎了个朝天揪 两手插在兜里 两腿一走一跌地过来了 他两只大眼睛滴溜咕溜地直转 冲着我喊了一声 嫂子 我哥不给我钱 你给我俩全画画便 我白了来人一眼 心想谁是你嫂子 这光天化日的 外面人来人往的 还真有这淡大的无赖 来人看我瞪着他 急头白脸地说 一定是我哥没跟你提起过我 嘿 这当歌的 来人还在嘟囔 我的电话响了 杨大鹏交集万分地说 亲爱的 我微信给你发过去一个地址 你先别问为什么 快点赶过来 伟厅身上瞬间出了一身冷汗 杨大鹏从来没有这么急过 我和店员赶紧拉门关夜 把那几个黏着不走的人推了出去 对朝天揪说 我家里有事 去别家找嫂子去吧 我按照地址火速打了个车赶过去 门开着 我一进门 就看到杨大鹏抱着一个老太太喊着 妈你醒醒 我叫救护车了 我也三步并坐两步地蹦过去 嘴里说 妈 你这是怎么了 老太太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到我后虚弱地笑了笑 而我的下巴也差点掉在了地上 这个老太太 我从来没见过 妈你有几个妈 我愣住了 脑袋里又闪现出 刚才叫我嫂子的小活活 我觉得大脑一片混乱 杨大鹏看到老太太睁开眼睛 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一些 但是他额头的汗珠一直在晃动 杨大鹏说 我待会儿跟你解释 你先快帮忙收拾一些东西 去衣柜里找几事随身的衣服 把洗漱用品带好 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 我带着一肚子的问号开始收拾东西 老太太对着杨大鹏说 孩子我没事了 别让你媳妇收拾了 我再待一会儿就好了 杨大鹏低声说 妈你听话 这次我们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救护车来了 急救人员咨询了一下情况 杨大鹏说 老人正在厨房 忙活做饭 突然就晕倒了 大夫初步诊断是脑血管堵塞 需要住院治疗 人命关天 我顾不得再多问 拎着东西跟着一起去了医院 经过专家诊断 病人原本血压就高 这次发病是因为 新火太旺引起的 也就是俗话说的 着急上火引起的 好在症状较轻 住院调理几天就行 医生让家人先出去 杨大鹏拉着我的手 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 他把我的手握在他手里 揉搓着 眼圈微微泛红 他说 老婆你别急 我不是骗子 我这就说给你听 看到杨大鹏红的双眼 我心里的气一下子就没了 也莫名觉得心酸 我不相信他会骗我什么 我用另一只手握住他的手 这时我感到眼前有人影晃动 一抬头就看到婆婆 领着一个人立在我们面前 婆婆指着杨大鹏说道 你宁肯帮一个外人 也不肯帮帮你弟弟 你还长不长人心呢 我定睛一看 婆婆手里拉着的人 正是在店里叫我嫂子 让我给她点钱花的小混混 她还是一副掉耳郎当的样子 脸上笑嘻嘻的 婆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指着杨大鹏嚷嚷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生了你这么个吃里怕外的东西 有钱不帮衬自己家里人 去管外人的闲事 哎呀呀呀 杨大鹏脸色变得铁青 他梳着站起身来说 妈 你要是真的在这撒泼无赖 家里事从此我真不管了 谁家妈天不亮 就打电话要钱的 我给你们的还少吗 婆婆不敢应声 她把眼神抛向我 狠狠地说 现在你就是她的心头肉 你小叔子想找你要俩钱花 你还往外推她 有你这么当嫂子的吗 杨大鹏说 我手里还有你们打的欠条呢 再在这里找事 我就起诉你们还钱 婆婆像一下子被噎住了 再发不出声来 过了一会儿 她又换了一副面孔 说道 你弟弟刚回来 你说什么也得帮帮他呀 我过几天再来找你 说完又瞪了一眼 一脸迷茫的我 走了 走廊里又进来几班家属 一片嘈杂的声音 杨大鹏脸色苍白而憔悴 是我不曾见过的样子 我忍着心里的问号 跟他轻轻说了声 有空再跟我解释吧 我又笑着说了句 难道你妈妈是变色龙吗 她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呀 医生让杨大鹏去办住院手续 我留在病房里 病人书液已经睡着了 杨大鹏的这个妈呢 要比婆婆大几岁 头发已经白了一多半 从她的面色看呢 是一个祥和慈祥的老太太 杨大鹏办完手续回来后 说晚上她留在这里照顾 让我先回家 我也要留下 她坚决不让 让我回家好好吃点饭 晚上她给我解释这一切 我回家后 简单吃了点饭 自己开始设想各种可能 我最大的猜疑就是 杨大鹏可能是被抛弃的孩子 也就是说公婆收哑了孩子 这亲妈得病快不行了 于是找上门来 如果是这样 她是不好说着口来 那个弟弟是怎么回事呢 意思我感觉脑回路不够用 这时呢 杨大鹏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说老人家吃完饭 精神头挺好的 他在楼下的停车场呢 给我打了电话 这里安静 我说停车场 那边风大 你还是回屋去吧 杨大鹏笑着回来句 我欲出临风 不怕 听他的语气呢 他又满血复活了 我躺在床上 听杨大鹏给我讲述 我所不知道的故事 杨大鹏的父母是亲生的 现在他喊妈妈的老人叫契美兰 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但等于他的再生父母 杨大鹏的父母 是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上结的婚 结婚后矛盾不断 两个人互不相让 这个家就跟战场一样 硝烟不断 这期间杨大鹏的妈 曾经的初恋找到了他 意思是不嫌弃他结婚了 要领着他私奔 杨大鹏的妈动心了 想要和他爸离婚 但发现已经怀孕了 那个时候不能随便打胎 初恋情人知道后 脚底抹油直接溜了 孩子生下来后 就是杨大鹏 但这是一个爹不亲 娘不爱的孩子 父亲怀疑 他是不是他的种 母亲痛恨他 挡住了他追求幸福的路 杨大鹏从小活着很压抑 上小学后 别的孩子都有父母接送 只有他 每天一个人上下学 他八岁那年 父母又生下了弟弟 父亲确定弟弟是他的孩子 母亲已经认命 弟弟一出生就是父母的宠儿 有了这个心肝宝贝 杨大鹏彻底成了家里多余的人 有时弟弟被爸爸放在脖子上 驮着笑得嘎嘎的 杨大鹏也想和爸爸一起玩 爸爸刚才还慈爱的笑脸 马上变了样 他用阴冷的目光瞪着杨大鹏 对他说自己一边玩去 妈妈有不顺心的事 不管三七二十一 都往杨大鹏施上来 杨大鹏稍微反驳几句 他妈的巴掌就过来了 说他是讨厌鬼 怎么不死在外边 母亲的咒骂 父亲的冷眼 让杨大鹏一刻也不想待在家中 每天放学后 他都是一个人静静的 坐在离家很远的一个桥上 也就是在这个桥上 杨大鹏遇到了美兰老师 美兰老师是附近中学的一位老师 他每天下班路过时 总会看到有一个小小的孩子 坐在桥上发呆 有时天快黑了也不回家 善良的美兰老师开始关注杨大鹏 这个眼睛里面 黯淡无光的小男孩 让他很心疼 听了他的情况后 他更加心疼他 美兰老师的丈夫 两年前因病去世了 儿子已经在外地上大学了 他决定帮助这个孩子 杨大鹏的父母听说 美兰老师希望能照顾他 顺手就把杨大鹏推给了他 从杨大鹏十岁开始 到他十八岁继小毕业 几乎都是美兰老师在照顾他的生活 美兰老师性格开朗 善良又有爱心 他把杨大鹏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对待 杨大鹏在他的培养下 整个人的状态都改变了 爱说爱笑充满了活力 在杨大鹏心里 美兰老师才是他真正的妈妈 如果没有遇到他 他或许哪天会从桥上跳下去 继小毕业后 杨大鹏就开始工作了 他比同龄人都吃苦耐劳 一边工作一边进修 技术职称也一直在上升 工资也一直在上涨 杨大鹏的弟弟在父母的敬爱下 不爱学习 十几岁就学会了班笔 吃的穿的用的都要做好的 父母稍有不顺从 就又打又摔 后来就开始闹离家出走 再后来就和一群不良的少年 混在了一起 学也不上了 每天夜不归宿 混迹在网吧和娱乐场所 杨大鹏的父母 这时候想起了他 开始伸手向他要钱 拿出你是我儿子 就要管老子的姿态 弟弟十九岁的时候 跟人打架斗殴 用水果刀捅上了人 母亲哭天抹乐地 缠着杨大鹏 让他拿出积蓄 捞他弟弟 杨大鹏当着父母的面 细数了这些年 家里管他要过的钱 又问他们作为父母 都为他付出过什么 心里觉不觉的臊得慌 父母被他说得低下了头 杨大鹏拿出了十万块钱 又写了一张借条 让他们签字 告诉他们 弟弟的事呢 他就管到这里了 这个钱以后要还给他 赔了十几万块钱 弟弟最终被判了入狱三年 杨大鹏说遇到我后 他整个人都被我吸引住了 但我提起过 喜欢有爱有温暖的家庭 他家的情况让他难以启齿 他更不好意思跟我说 有一个大家斗殴 被关起来的弟弟 他跟父母提起过 他处了女朋友 父母的反应让他寒心 他们说弟弟还蹲监狱呢 你还有心情触对象 他们让杨大鹏 多帮尘帮尘家里 杨大鹏失望之余 跟父母定了个条约定 跟他说 你们不就是认钱吗 我跟你们两万块钱 你们扮演一下 我的慈爱父母 于是才有了之前 对我那热烈的态度 我上次去看望他们时 遭遇的冷淡态度 才是他们平时的面孔 杨大鹏结婚的时候 美兰老师在台下高兴的 执抹眼泪 他理解杨大鹏 暂时没把他介绍给我 他说只要我们幸福就好 那天杨大鹏去看他 发现他发病 他打给我电话 是怕老人家真的有什么 三长两短 他的儿子儿媳都在身边 杨大鹏说完可怜巴巴的说 媳妇我没跟你说实话 是因为我心里没底 我怕你嫌弃我的家庭 不要我了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就是不要说离开我 听完后我心里不禁苦笑了一下 如果说前男友的妈妈 是个不折不扣的失利眼 那么杨大鹏的父母 就是戏精 而且是极端利己的父母 我奇怪自己 杨大鹏骗了我 对我有所隐瞒 但我心里一点都不生气 有的是对杨大鹏的心疼 还有对美兰妈妈的感激 杨大鹏从小生活在这种 没有爱的家庭 小小年纪就因为 看不到生活的亮光而厌倦 如果没有美兰妈妈 在那种冰冷的环境中 长大 人格也会不健全 其实他即便对我说出了事情 我也不会离开他 但心情一定不会那么轻松 他为了让我安心 花钱雇佣父母 表演慈爱 而他的心里会是怎样的苦楚 第二天一早 我包了清淡的养生粥 来到了医院 美兰妈妈身体上也没有大碍了 已经能自由行走了 我上前抓住他的手 甜甜的叫了声妈 我说谢谢您对杨大鹏的养育 您养他成人 我们养你幸福终老 美兰老师的眼泪瞬间涌了下来 杨大鹏过来亲了我一下 然后抱住我们 他说你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最爱的人 有你们在 我感觉无比幸福 美兰妈妈出院后 我们想把他接回家里照顾 他坚决不同意 他说他习惯一个人住了 让我们有空去看看他就行 美兰妈妈笑呵呵的 告诉了我们一件事 那就是杨大鹏的妈 前两天来他家里闹过 他天不亮 就打电话 向杨大鹏要钱 说是给刚放出来的弟弟买车 被大鹏拒绝了 他知道杨大鹏给美兰妈妈买过上万的按摩椅 他气不过 觉得是美兰老师抢走了他的摇钱树儿子 过来和这个美兰妈妈闹腾了一通 美兰妈妈也因为这件事上着火才发着病 我想起那天一大早 大鹏躲在卫生间打电话的事 原来是他妈在逼着他拿钱 想起大鹏笑着跟我说 是他打电话问候妈妈 我心里又一阵深酸 我们没有勉强美兰妈妈 我在老家呢 给他找了个能干又指梗之底的这个保姆 美兰妈妈呢 对我找的人很满意 我们每次去 美兰妈妈都满脸笑容 还发视频给远在南方的儿子 说我们把他照顾得很好 让他毕业惦记 美兰妈妈的儿子大学毕业后 在南方成家立业 扎下了根 他咋就要把妈妈接过去 可是美兰妈妈不习惯那里的天气 觉得多少天看不见太阳 憋得慌 再有就是大鹏早就跟他说过 他来养他老 他愿意在哪住就在哪住 至于我的戏精婆婆 他又来闹过一次 还是想让我们拿钱 再供着有手好闲的小儿子挥霍 那天我磕磕嘻嘻地让他坐下 然后问他 都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 可是你们对杨大鹏的爱在哪里 你们逼得他每天坐在桥上 不想活的时候 想到你们是父母了吗 我说往后你们要能反省自身 拿出一点为人父母的样子 我还尊重你们 要的就是把杨大鹏当成提款机 想都不要想 然后我把借条拍在他面前 再找事 我就起诉还钱 细经婆婆也不知道是被我的话戳中 还是碍于我的强势态度 嘟嚷了一声 会还的之后 就夹着尾巴离开了 我不担心婆婆会再过来闹 我和杨大鹏误会解开后 大鹏就跟他们直接撕破了脸皮 他们自然也讨不到任何好处 看着活得越来越坦然的老公 我很庆幸大鹏能遇到美兰妈妈 她的爱是一道光 照亮了大鹏的整个人生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方留言